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特别设立科幻电影周单元 昨天上午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及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在上海举办 郭帆 陆川等人到场唱谈科幻电影的创作理念 当天的活动发布了松江区关于促进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规定 在过去的基础上新增了多项影视产业重点环节的具体扶持措施 同时 一批上海科技影都重点项目在现场发布并签约 在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上 郭帆以科幻全人类视角与中国故事为题进行演讲 他强调 科幻电影最重要的是表达情感 我觉得科幻电影的核心其实我们要先看到的是电影而不是科幻 科幻电影的本其实就是电影而电影的核心是情感 如果我们的高概念 高技术和我们的情感没有关系的话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科幅数 随后的援州论坛上 郭帆 王洪卫 陆川 彼得背部 董润年 张吃瑜 围绕科幻电影的国际视野与时代与境展开讨论 其实科幻电影是既严肃 而且又非常真诚地在探讨人类的一个发展 这个几何极数的这种新的这种知识通面而来 新的这个变革通面而来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还是有点压抑感 谈起今后的创作 郭帆表示 在拍摄《流浪地球3》之前 必须先对蓬勃发展的新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做《流浪地球》第三季之前 我们是希望拿出更多的时间 先去考察 先去认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上 是我们把它当工具看 还是把它当更深入的比方说当工具看 怎么去看待它 先认知它 然后接下来一步是我们怎么能够应用 当我们把这些关注跟评估做完之后 我觉得才开始做收入我们后面的创作